在家里由助产室为孕妇接生 在许多社会中都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也就是俗称的接生婆 助产室在19世纪的中期在美国渐渐的淡出 因为当时美国各地的医生和医院越来越多 到了1935年 美国90%的婴儿都是在医院出生的 而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 美国绝大部分州都已经取缔了接生婆接生的做法 如今美国法律正在改变 接生婆的传统正在缓慢而稳步的回归 这可以称作是美国文化革命的声音 凯伦·克莱默在接受助产师的检查 他计划在家里生产 这在美国曾经是不同寻常的选择 克莱默的前两个孩子都是由医生在医院里接生的 不过他上一次在医院生产时 护士将刚出生的婴儿抱走 三个小时以后才给送回来 他说并不是出现了并发症 而是护士们实在太忙了 整个那段时间我一直坐在那儿想 我不敢相信 我才刚刚生完第二个孩子 就不能和他待在一起 不能抱着他 不能喂他 想想真受不了 这段经历是克莱默选择在家里有助产室接生他的第三个孩子 可不是只有克莱默一个人选择这样做 如今美国每年有助产室在孕妇家中接生的数目是五万例 虽然只有1%的孕妇生产是在医院以外的地方 但是美国人在家里生孩子的人数以每年大约3%的速度增加 助产室马里安·理查森说 我的心都要碎了 每次有人打电话给我 我只能说对不起 我们整个一月份都排满了 二月份也排满了 我们的助产室不够 应付不了这么多电话 马里安·理查森为艾米·哈密特 接生了最小的一个孩子 哈密特说 别人听说他没有在医生的情况下 在家里生孩子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人们有这样一种观念 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全靠自己 就像我们是在尘土中生孩子一样 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助产室是训练有素的 他们懂得应该怎么做 神尔医生正在争取改变人们的观念 他在天纳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学 领导一个训练助产护士的项目 神尔医生说 很多美国人仍然把生孩子看作是可怕的事情 是一种医学上的状况 而不是自然过程 人们仍然还有这样的观念 认为技术越先进越好 如果我们将自己交付给科技 交付给最高层次的教育 我们就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其实事情并不一定是这样 神尔医生说 像哈密特这样生孩子和在医院里一样安全 在家中生孩子发生威胁生命的紧急情况 是非常罕见的 不过一些意料之外的并发症 有时候的确还是要送产妇去医院 美国妇产科学会将家庭生产和助产式服务 成为实心和危险的做法 这个学会说 家庭生产的胎儿死亡率要高得多 当然主张助产式服务的人士质疑这种说法 尽管如此 在美国的50个州中 还有10个州将助产式服务列为非法行为 这些并没有阻止哈密特 他将自己上次生孩子的录像放到互联网上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妇女考虑在家中生产 生孩子不一定是一件医疗上的大事 当然有时候还是需要医院介入 而且的确挽救了生命 如果让母亲和婴儿顺其自然 他们是不会有问题的 医务人员告诫说 家庭生产只适用于怀孕期间平安无事 孕期不会发生并发症的健康母亲 就像克莱默那样 在助产式的帮助下 在家里生下了最小的女儿 斯特拉·格雷斯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